再把它讲完 大概这四个功能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你把这四个功能熟练的话 其实可以做出蛮多的变化 比如说待会我们会看那个会员资料 请各位把会员资料 我一定要放在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 这个云端的网址上 我们第一个呢 我会希望就是说把那个网络 我们那个云端的白板里面 有一个就是叫做会员资料 也许你可以拿这个member吧 这个member.tst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把这五个栏位的资料总共五十个人 那因为它有五个栏位 我要把它全部写入到资料库里面 也许呢我可以建一个table 一个资料表叫member 那这个member里面的话呢 我要怎么读资料 并且把它分割 它里面斗点嘛 读的话当然要避开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你不能insert 不能把栏位名称写进去 你要写的应该是第二笔以后的所有资料 然后把它切开 并且一个罗布或一个坑 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insert in 2 所以其实因为后面越不容易 因为你还要把前面的读档的 有没有把它回顾一下 如何把档案全部读 然后避开第一笔资料 第二个把它切割 切割变成五个资料 然后再来配合刚刚讲的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建立里面有五个栏位 然后再用insert in 2 把你读到的这五个资料写进去 然后写的话就写 先写第一笔嘛 回圈就第二笔 第三笔 直到最后写完 那就会入完毕了 所以档案如何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OK 这个应该还蛮实用的吧 一般工作里面这个算最基本的 OK 那你再来才可以再利用查询功能 把资料查出来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查会员的那个什么 比如说他打名字 或者打名字的关键字 你会把那个会员的资料调出来 OK 或者查什么 查那个他的生日 是哪一个区间的 或者哪一年之后的 或者血型 电话等等的都可以查出来 这用slate就可以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那个update的部分讲完 update的话 我就把它delete 把它复制变update 然后里面有哪些地方要改 第一个 x的话 我是input 请输入那个要修改的编号 特别注意 编号是不能够改的 因为prime key key是不能改的 你能改的是key以外的资料 所以我们应该是以什么 以编号当基准 请问一下你要修改 不过我们现在只有3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要修改的是3后面的电话码 把它改成02 来变1234好了 不要789 那我要怎么改 所以第二个就是一个y的变数 请问一下你要改的是编号一定是3 电话的话就是021234 把它改一下 那所以语法记得 本来是delete 本来改update 后面一样 然后呢差别 特别重要本来是哪个table 后面是会有哪个number等于多少 那update多一个 就是set set是修改的意思 修改哪个栏位 那里面的话呢就放什么呢 本来里面的修改应该本来是长这样的 本来应该是长02 比如说123 OK 但我希望把它变成活的 不是固定写实的话 就是要把y放进来 OK y要放进来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 两个雙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加号移到中间 再加个y就可以 就完成了 在以后啦 其实无论哪个程式与法都差不多 像VBA我也是 如果你记不起来 你就被口绝算了 反正你第一个 你如果不会的话 你就先把刚刚那个东西 先把它输入了 然后修改的话很简单 就是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加号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变数就搞定了 VBA我教也是这样教 VBA差别就是说 把加号改成END 那END前后要空白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 我后来发现 同学这个地方最后会卡住 而且最后会做错 所以后来 大方都跟同学讲说 你如果记不起来 你先把口诀背起来吧 你现在背不起来 慢慢的话你刚开始也许不太懂为什么 后来好像同学做了大概超过10遍20遍之后 后来就都不会问为什么 因为就知道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把原来一个字串切成两个 中间摆一个变数 就这样的意思 只是有的时候同学对于怎么样把变数跟自串 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好像很不习惯 其实说真的程式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要串一个东西在上面 但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资料形态 因为INPUT过来的东西就是自串 所以这边就不用转型了 OK 所以没有不用转型的问题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run一下 OK 所以跟刚刚delete的插在这里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差别 执行 然后run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编号 请问一下修改哪个 不要 key是3 修改哪个 它的电话变成什么 02 刚刚是789 变123 OK Enter 他就帮我commiss execue了 跟资料部讲说修改 修改完之后执行 再把结果查出来 并且帮我列出结果 OK Enter 看一下 诶 这边好像我贴 我云端上好像 是用table3 给之前列译是用table03 那你table名称可以改 所以其他没有 这边再改一下 02 123 Enter 看好不OK 其他有没有 其他好像都OK Enter 好 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他就帮我改了 本来是02789 现在变02123 就根据我这个 把资料给update OK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订票系统 或者订餐系统 订位系统 因为如果你的数量是固定的话 像我以前就怎样 预设是0 如果说那个位置有人坐的话 或有人定的话 那我就改成1 如果不确定的话 比如说他可能定了 但是还没付钱 那我可能用2 反正我就弄一个规则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立为保留座的话 可以用个3好了 对不对 不就OK吗 把它update状态不就好了 如果假设是立为保留票 不就是4出来我就变成0吗 不它定的不就1吧 不就OK了 所以反正你固定 座位一定就这么多 不会多也不会少 对你发车时间 那些都固定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update 这还蛮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你这个做完之后 请各位再思考 但是难度又会更高 因为要把会员资料 请写入到资料库 写入之前 第一个你要先把 Member先读出来 切割成5个栏位 5个资料 然后呢 在回圈里面分别 配合 insert into 把那5个栏位 资料写进去 最后再把资料 再从资料库 再读出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 有点难度了 我们刚刚的电话号码 很简单 一个栏位 会员资料 变5个栏位 OK 试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